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Nikki带你飞 在我上一期影片有提到再次探底 那在之前插针反弹的时候 就有带会员群一起做多了 那后来呢再次第二次的测试 这个支撑区域的时候呢 再次带会员群一起做多 那我有在short就是这个短视频做这个更新 就接下来有这一些紧急的波动了 那来不及拍这个影片 因为需要时间了 那我就马上的就是会去更新这个短视频 它是一分钟内的短视频 所以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发现它没有这个提醒 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要得到 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提醒呢 你可以去follow我的这个x的账号 那你可以订阅我 还有得到这个通知 我会在这里呢就是发布就像昨天一样 就是这里去发布 然后后来呢也有更新就是提到 它在这个位置有动静了 就往上去涨了 那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投票 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市场上 大家呢怎么去看这个比特币接下来的走势 因为它盘了真的足够的久 那你会看哪一个方向呢 你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个投票 好我们来看比特币的一小时图 今天的日期是8月4号的下午4点22分 大家下午好 那我们目前看得到就是这个比特币 其实并没有这么的糟糕 它是反弹真的很弱 但是它现在呢是没有创出这个更低的新低的 就是不断的往上去涨 但是呢它的这个反弹呢真的是没有这么的强势 所以大家还是需要非常警惕 如果你要做多 因为今天晚上呢也有这个飞农的消息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在飞农消息之后呢 再进行这个操作 第一次测试这个支撑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这个反弹呢基本上是不到这个Fibonacci的0.382的 你看这一个位置 所以是非常的弱 那第二次的这个测试呢是还不错的 在15分钟图我们看到你看这里 这个位置是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插针 那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马上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就有提到了 这个是Nikki代你飞的会员群 作为分析和交流的一个群组 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提到了比特币二次测试支撑没跌破 那在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去解脱的 那后来呢我们就耐心的去等他真的等了非常的久 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呢 昨天我就提到了当他反弹的时候到了前高 这一个主力区域一定要去拿你部分的盈利设置代肥之银 好我们回到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回到一小时图 好回到一小时图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特币在这里获得支撑反弹嘛 其实他在这个位置呢大家就要去注意了他能不能突破站稳在上方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突破之后就再打了回来 那为什么会在这一个位置就是受阻呢 那我们再次打开这个Fibonacci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他会在这个位置受阻 因为他上涨到了这个0.382也就是29342的位置 并没有站稳在上方呢就受阻在这个位置 然后挑战了好几次都不破这一个位置 所以反弹呢其实还是非常的弱 如果你是持有我提到的去做多的这个多大就是有去接的 我是建议呢你一定要去拿你部分的盈利 因为他反弹非常的弱嘛 并没有到这个我提到的一个关键的主力位置 那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有再次的去挑战这一个重要的支撑区域 再去找这个机会有可能他再次的挑战 再次的回到来上方呢 那我们就在把握住这一个下一个的操作的一个机会 现在我在等待的就是这一个反弹到0.618的一个位置 其实这里呢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正在等的一个机会就是比特币往上去冲 冲到这个主力位置 就是在29605Fibonacci的0.618 还有就是29700的重要主力线 这个是天图很关键的主力线 那在这一个位置往上去涨了 出现这样的一个插针回到来下方呢 那在这一个位置去接这个空呢 盈亏比是非常不错的 就跟在下方也是一样了 就在这里你看插了一根针收回去去接这样的一个多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盈亏比 所以现在的比特币如果说它是卡在了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任何操作的 因为非常的高风险 而且盈亏比呢也不好 好来到比特币天图之前 在这个震荡区域还比较多肉可以吃 我们看一下这个震荡的区域有1700多点 那后来呢它在更小的这一个区域里面去盘整 那这里呢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肉可以吃了 就700多点 那在更小的这个区域里面去盘整大概是一个600多点 所以都不到1000点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箱体 所以现在的这个比特币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是在这个箱体里面去盘 而且盘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就真的非常的关键了 就是它会出哪一个方向 如果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出了一个方向呢 那就非常好去进行这个操作 你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如果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在支撑的区域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插针 而是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实体的一个下跌 并且有这样的一个回踩 没有回到去29100的上方 没有回到去呢 那接下来就是大概率的就是下跌到 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 Fibonacci 0.618 27504 还有就是这一个重要的上涨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是很关键 不能破的一个趋势线 那如果你要了解到这一个趋势线 接下来如果跌破的话 会怎么样去走呢 你可以看回去我之前的一个直播 那这个是一个公开直播 就在这里这个重要的直播里面呢 就有提到了这个如果跌破了趋势线 接下来的比特币还会下跌到什么位置 大家可以参考回去 如果接下来比特币是往上去涨 涨到了这个位置并且站稳的话 那接下来将会再次的上涨 当他突破了这个重要的29700 就回到了上方的这个盘整区域 就突破了这个很关键的支撑阻力互换位 如果还回到去上方了 那你的这一个多单就可以继续拿着 那接下来我们看涨的位置呢 就是之前的这个盘整区域的主力线 就是这里主力位置 那这个主力位置呢 是在30241的这一个位置 比特币分析就到这里了 记得帮我的影片点赞 感恩你们的点赞 那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如果你要进入我的Discord的群组 还是VIP的群组 可以查看这个详情 那好消息是什么呢 只要你使用我的链接注册 KYC入金开始交易 达到一定的交易量呢 那你就可以进入我免费的这个Discord 还有VIP带单群 在之前的影片都会有提到VIP的带单群 那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团队的带单 这一个是做多在29100 就是我提到的就是最新的这个支撑去做多 然后已经是到这个Discord了29390 那我在之前插针的时候呢 也是有给了这个插针做多的一个操作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 关于这个免费进群的详情 将会在8月8号公布 这个详情将会发在这个社群 发在这个短视频的Short 就是教你怎么样去验证你的这个交易量 还有呢就是也会发布在这个X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关注我的这个账号哦 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一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by bwd6